大家好,我是靳,今天我们来做牛排 但是我们今天不烤,我们换一种方法,更简单,更美味 我今天用的是这种沙朗牛排,你可以选用其他的牛排 但是本人最推荐的是这种沙朗牛排,因为它做出来比较嫩 1.5磅牛排,厨房纸擦干净后,直接切成小块 块的大小根据自己喜好而定,方便入口就行 我喜欢大一点的,吃起来特别有满足感 全部切好后,我们来调个味儿 1勺半的米酒 1勺半的酱油 1小勺白糖 1.5小勺干的洋葱碎 1.5小勺的蒜粉 这个蒜粉和洋葱末真的是特别好闻 3.5小勺盐 1小勺黑胡椒粉 黑胡椒你可以磨的稍微粗一些更好 用叉子拌匀 保证每一个牛肉块都粘到调料 开大火 平底锅中加入少许的油 油烧到几乎冒烟的时候,放入腌好的牛肉块 牛肉块不要堆放,要保证每一块牛肉都要接触到锅底 平铺好后不要翻动 大火煎到底面有些焦黄的时候就可以翻面了 不要过分的煎 翻好煎另一面 每一面都煎至金黄的时候,放一小块黄油进去 搅拌一下,让每一块肉都粘到黄油 关火,装盘 香喷喷的蒜香牛排块就做好了 焦香四溢,满屋子的香味 如果喜欢,你也可以在上面撒一些芝麻 加了蒜粉和洋葱碎,真的是太好吃了 外焦里嫩,特别香 你们也快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请订阅吧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